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圆报11月27日发表文章题为 维时腰我们变得比中国居民穷 文中称 以前中国是贫穷国家之一 依靠俄罗斯的技术 我们则向中国购买消费品 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了 以下为全文 俄海关统计的对花贸易数据显示 今年1至9月中国占俄贸易总额的14 8% 而2006年时只有6 5% 如今我们购买的中国造产品 远比向中国出售的俄罗斯造要多 俄对华出口主要是原材料 占比4分之3 我们购买中国的消费品仍占一定比例 但目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以技术和机械产品为主 有报道称 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似乎已超过俄罗斯 衡量指标很多 其中最客观的是恩格尔系数 根据评估 若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份额是20%至30% 那要这个国家的居民 可被称为富裕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2016年中国恩格尔系数降为30% 这意味着中国接近富裕国家指数 我们为中国人感到高兴 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确实取得很大成就 与之相比 去年俄罗斯恩格尔系数为32% 惡中贸易结构也表明 惡居民与中国居民相比将越来越穷 另外 惡中贫穷人口数字相比 去年中国贫困人口为4300万 占总人口的3 2% 恶罗斯为2000万 占总人口的13 5% 哪个国家居民更富 我们承认中国居民更富裕 还有个很好的指数是居民平均寿命 中国居民平均寿命为76 3岁 2015年 俄罗斯为71 9岁 2016年 这方面我们也输给中国 还可从其他方面来观察 看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中国游客人流吧 这种现象当然不仅在二大都市 全球都能看到这也是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鲜明标志 这就是两个国家两条发展道路带来的明显不同结果 新闻 4% 1% 2% 1% 1%